各位投资好朋友大家午安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曾志祥 今天2月15号 现在是下午3点44分的一个节目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今天要特别注意 2月15号 距离美国公开他们所谓的情知 2月16号时间也快到了 那我先讲不管打或不打 我还是再一次重申 先以这样子的方向 第一阶为主 不要追高 所以像以今天的整体盘式来说 我想各位在收盘的时候应该都看到 哇怎么从红翻黑 那当然您是我的会员 或者是你是阿翔老师Lighted的好朋友 你都很清楚 今天我们盘中讯息给你 或者是给会员朋友 你一找就直接说了 反弹开上去又没有量 大跌的隔天反弹无量 不应该追谷票 不应该乱追谷票 那这其实就一直符合我们先前所说的 我们先前给各位的一个策略 指数目前还是先看月季线的区间震荡 那当然等一下我们会来讲明天是关键时期 那你的策略呢 跌深反弹股接近月季不追 多头格局股月季以上太高不追 你有没有发现 你按照我上个礼拜先给你这样子的策略方向去规划 你不会去追他 因为他月线以上太远了嘛 对不对 很多人说月线起涨 第一天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买 第二天有没有买 第三天有没有买 如果第三天都没有买 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追的人全套 3035的资源也有类似这样子的现象 所以这一点你还要注意 那其中上个礼拜我们在谈负财的时候 我说这个位置不应该去追他 什么时候谈的 这一天 长红K棒拉起来的这一天 一追 1234套四天 所以上个礼拜你会员朋友 你都有收到讯息 我们该获利下车的 该减码的都有先减码 对不对 3047的迅州 上个礼拜 所有会员朋友都收到讯息 这几天 我们先减码了一半 有低 找机会再来接 逊州 看法 多头 没有改变 短线回落月线第二天 那月线接下来开始逐渐要扣底低 所以他到目前为止 你先看成他是一个区间 先看成他是一个区间 那如果时间拉长来看 中长多格局是没有改变的 这是周K线 先出量 攻击连续拉几根之后 开始亮说震荡整理 周K线 接下来要等待什么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边的成交量比先前上一次 攻击的周K线的成交量还要大了 放量 当然有一句话说量先架行 但是基本上我不会去这样子思考 因为那个 蛮不符合逻情的 那有机会 我再跟各位说为什么 反正今年我们对于网通的一个看法 是没有改变 所以我才跟各位说 你不管国际的局势 利空 怎么影响成了国际股票 或者是台北股市 不管是俄罗斯乌克兰 美国一直拼命在喊希望他们打 或者是美国自己有升息的议题 这些都不管 你只先要确定几件事情 为什么我一直跟各位讲 看准三金二低的政策股 找好机会去做低级 因为你一些确定未来成长 确定的很确定很确定的一个方向 它是不会因为国际局势的变化 而有所改变 那如果说它本身又低价低位阶 如果像昨天那种盘面受到影响 影响也都不会太大 所以你整个回过头来 你会发现 给你的节奏 你掌握清楚之后 自然而来你就不会 奇怪了 为什么股票你看得好好的 为什么忽然掉下来 我再举例来说 这是华航 对不对 然后这是长龙航 这边要注意 接下来一两天的时间 开始评估会可能长不动 所以不要追高 华航长龙航都一样 不要追 高四九八宏大店很多人套 明天如果再跌 就差不多 会反弹 但是我所谓那只是会反弹 不是说代表它会直接扭转 跌过头 明天再杀 会反弹 2303的连变 先前我说了 这个位置跟各位说的 弹上来 都不是买点 对不对 要破底 昨天破底创新低 今天稍微止跌 好 有机会反弹 但是 没有扭转 整个短线空投格局 如果在下方又太久的话 中期转空投 就麻烦 而且如果你有看筹码了 各位说的好朋友 真的还是 真的啦 提醒各位 如果有真的不小心 套到连电的朋友 你可能要真的要思考一下 他的股东人数真的很多 非常非常多的夸张 而且当然有些人会说 他股本很大 股本大股东人数多很合理 但是是一直增加 是一直增加 之前不晓得 哪一个有趣的财经专家 曾经说 2022年买台积电 不如买联电 好神奇的看法 对不对 好 回过头来 我们再回过头来 你会发现 到目前为止 节奏一样 没有变 你接近反弹上去 接近月线的 不要去做 月线以上太高的 不要去追 对不对 在低档卡位整理 有低的可以去接 所以你就反过来 去做这样子的思考 好 这其实也是 震段格局当中的 一种思考 好 所以逻辑上 都没有改变 那当然我刚刚前面 有谈到一个 很重要 要跟各位讲的 那跟各位讲的是什么 来 目前季线 这个大盘加权指数 目前季线在这个位置 所以是 几乎已经收在这季线 60天移动平均附近 那昨天一根长黑 今天在黑 量输 而且今天 三大法人成交比重 是31% 所以表示今天 有稍微增加一些人 一些散户朋友 可能盘中不小心 有吹架 因为记得先前 曾经在过年后 起涨了一两天之内 三大法人成交比重 大概40几% 所以短线还要震荡 那明天 它会是一个关键时期 什么叫关键时期 就是一根长黑 过后的隔天 再隔天 明天如果再黑 变成它季线就不熟 季线不熟 月季线的格局的看法 它就会被改变 那当然 它下方还有一个 前波低点 可以做一个打双脚的可能性 当然这也是有可能 为什么 因为它得会变成对称 什么意思 如果说月季线 季线不熟 侧前波低点 开始打双脚 做一个对称值的 就是说 跟前面的M头 去做对称 因为M头的时间不长 所以打WD的 时间也不会长 逻辑上是这样 所以这个格局 其实没有 像大家很多投资人 看得非常悲观 说要崩盘 多投还是有机会 只是它的操作难度 会比之前两年高 非常的多 所以我才一直跟各位说 你的节奏要掌握很清楚 最好就是 在这个时机点 你就是看准那种 现在还没有涨 然后未来会涨 当然这个是我们 每一个投资朋友 都想要的股票 但是很多人都是 看它涨上去之后 很多财经专家 要抢着去分析它 然后很多人就被骗上车 你问问看你自己 这几天是不是 很多人在讲创委 上个礼拜是不是 很多人在讲 三七一四的负财 是不是有很多人 忽然冒出来有志愿 这就是问题 你拉上去 拼拼的老命在分析它 那没有意义 像阿翔老师 我们在谈网通 这一个礼拜 也没有什么动静 我们还是在谈网通 因为看准它的产业 在今年成长性 是够高的 所以逻辑性 非常非常的清楚 所以再来 就是要跟各位谈 就是什么 除了刚刚你的策略 节奏清楚之后 你接下来就要特别注意 三星二低谷 还是目前 很安全的一个方向 那当然 其中如果有配息 那也很好 但是讲到配息 很多人又会想到 哦 友达群创等等 但是我这边要跟各位讲 如果你是用这样子的概念 来看友达群创 那不对 真的不对 为什么 因为那逻辑 不通的意思是什么 因为 这边又跟 各位要谈到一个重点 叫做 今年又要比去年还好 所以我一直强调说 你在这个时间 你就是买 确定未来的国票 就像我不决 那档金蛋股 这两天也是震荡修正 会员朋友通知 就是下去低接 为什么我不会害怕 不会担心 因为我们很确立 知道金蛋 今年会孵化 而且还不止一颗的金蛋 商机题材 我们掌握出 所以股价有低有跌的时候 就会去低接 但是如果说 你不确定 今年你的公司 你所投资的股票 今年成长性 到底高还是低 还是衰退 那你贸然去低接 或者是贸然去追进 有时候都变成短线 变成长线 套牢就变长线 很多人是这样子 这就表示什么 你的策略 它是不清楚 所以有时候眼光放远 你可以看懂很多的事情 就像为什么68块 67块 6768的时候 我要说联电 签长约 后面代表涨价的趋势 趋缓 公司都自己这样看 所以你现在回过头来看联电 为什么会掉到这样子 我那是去年12月多的时候讲 对不对 逻辑就非常非常清楚 所以产业看的是 未来中长线的一个格局 产业的OK 产业环境的OK 对于公司本身是有加分 那自己公司本身更努力去拓展市场的话 自然而然 它的成长性就会更高 所以这个算是相辅相成 又或者是说 现阶段的这个 除了产业 公司本身成长性 或者是它本身有特殊的一个利基点 囊括下来就会很清楚 那当然我们刚刚有谈到 谈到什么 友达群创 你有没有发现走势都非常 一模一样 什么意思 这一波的震荡格局 你有没有发现 它一直都没有改变 弹上去越线就下来 弹上去越线就下来 而且 第一次低点 第二次低点还越来越低 所以如果这一次低点 又更低的话就比较麻烦 基本上我认为几率不大 毕竟它还有去年获利高的 一个数字来撑腰 但是这样的情况 你在接下来股东会宣布完 鼓励政策之后 你就要开始 更提高警觉 不能一直常报它 什么意思 不能一直常报友达群创 什么意思 我在上一次分析Mini OED的时候 有特别谈到 你今年面板的一个成长性 目前 你说面板的报价 去年底的确已经开始跌势趋缓 跌势趋缓不叫做 整个翻整 跌势趋缓有时候会变成什么L型 就躺在地上不太懂 目前就这样没什么变化 去年底跌势趋缓之后 后面到这一两个月的时间 报价出来都这样子 平平的 躺在地上平平的 这个逻辑其实就跟我刚刚前面在讲 那类似有点类似的意思 就是说 去年12月它股价在666768时候 我说那个签的长约代表涨势趋缓 涨势趋缓不代表它会价格一路下来 但是呢会平平 所以会平平价格涨到高之后 不太涨之后 它会变成什么 为什么股价后面会下来 因为变成市场对于它未来获利在成长的预期就消失了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谈优达也是类似的状况 就是说虽然它是但是它是整个相反过来 就是说 跌下来之后利润被压缩 所以它今年我之前就说了 去年高成长 今年成长 但是不一定比确定好 它就是目前优达群创 它其实今年就是这样的状况 那你至于miniLED的萤幕 陆续优达的面板 群创的面板都已经开始推出 但是目前市面上到扑货到市面上 到目前为止还没这么快 那个是一个契机点 但是时间还没有到 所以我才说 你看到现在在回车 回车下来 它跌升之后又会再弹 但是不是能够直接再次的扭转 它先前 每一次弹上去 每一次弹上去 两次都没过月线的一个 窘境 这一点你就要有待观察 所以我们要回过头来看 有些月线下的股票可以满 它背后建构在什么 限购在确定的未来 2427三商店 这两天再稍微下跌下来 这当然就可以底结 全台湾ATM的一个 Syvn的ATM 还有捷运ATM的一个泰换 中信正在持续进行当中 市占率53%三商店 全台湾ATM业务 两大标案贡献 它今年营修的稳定性跟成长性 这种股票 确定的未来有跌当然可以满 3047的迅州 月线下 可不可以满 我刚才也说了 这当然可以思考 进场 第一阶 为什么 因为格局没有变 走到目前为止 它就是上下区间正当 整理到后面 下方的中长线推上来 业绩如果如预期的整个明显开始正位 自然而然 就上去 所以眼光放远 你其实都可以看得出来很多的重点 它也有一个好处 什么好处 当你眼光放远之后 你就不会像这么多的 其他朋友一样 好可怕 恶物要战争 恶物不管他要打不打 纵使不小心打起来 也都不会太夸张 会搞到变成世界大战 你是不是想太多 懂得的概念没有 所以有些东西 就像我之前所说的 股票市场 它不是只有零跟一 这样的一个概念 很多人每一次 利多出来 一直拼命往上喊 会大涨会大涨 利空出来 说崩盘崩盘 股票市场 再讲一次 不是零跟一 绝大部分的时间在震荡整理 好 那要摆脱这样子的恶性循环 绝大部分的时间震荡整理 就很容易产生 对有些朋友来说 他容易去追高跟下低 要摆脱这样子的恶性循环 你的策略就要定清楚 现在最好的选择 就是去买那种确定的未来的股票 股价更好是在那种 在底部在第一档股票 就像我们手上这档金蛋股 最后感谢所有好朋友的收看 如果你认同阿翔老师 也理解阿翔老师的投资逻辑 你也认同说我们给会员朋友 带来的是一种信任跟安全的一种评估 因为我们讯息发出去 我都会告诉会员朋友 我为什么今天要带你买这档股票 因为我发现 那对是会员的来说 假设你成为会员之后 你收到讯息 你很清楚 老师为什么今天在这个价位 通知我这档股票 要买我们资金的几层部位 你会发现写的一清二楚 你就会很安心 很多人对于 为什么现在股市你没有信心 这在于什么 你对于未来的未知 因为你对于未来的未知 那就产生了不确定感 不确定感自然而然就没有信心 但是当你买了确定未来的股票 你自然而然他就会有信心 不是这样子吗 认同阿翔老师的 欢迎跟阿翔老师联系 我们公司的联络电话是 0223923988 0223923988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改天再见 谢谢 本公司以往节期效不保险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件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实险评估并自付投资分析